人在去世后将会发生什么样的事呢 尽管现代人都以科学的角度看待死亡 但我们之中仍然有许多人相信来世的说法 Telegraph在2014年所进行的调查显示 60%的调查参与者表示他们相信人在死后 灵魂将会继续留在世上 美国仍是其中一个非常遵从基督教会的国家 Pew Research在2015年进行的研究 询问大众他们认为死后将会发生什么事 调查显示 72%的美国人相信人在死后将会上天堂 却竟把天堂描述成一个 那些拥有善良人生的人 获得永生回报的地方 54%的美国成人回答说 他们相信地狱的存在 并将其描述成一个 那些过着死恶不舍的人生 在死前也不觉得忏悔的人 获得永生惩罚的地方 今天我们为你带来人类死后 人体所会发生的每一个细节 你认为去世后会发生什么样的事呢 在下方留言一起讨论吧 在这之前 记得点击我们的订阅按钮 可让你在第一时间 获取我们脑洞大概的最新影片 很多人似乎都相信 我们死后将会被送到某个不满云层的天堂 或者相反来说 如果我们没有遵守我们所选择的宗教 对我们规定的道德标准 那我们可能就会面临永世第一之火 以及会在一个从没放下过手中大叉子的红色男子脚下求饶 无论如何 现在就让我们从现实主义的角度来看我们的身体 在死后将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医生们能从停止跳动的心脏和脑部没有电动的迹象中得知你已经死亡 虽然说有些器材能够短暂的帮助你维持生命 但基本上脑死跟死亡是没任何差别的 你也可能遭受所谓的心脏死亡 这代表你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而血液已经不在身体内流动 更奇妙的是 曾有过遭受心脏死亡的人死而复生 并说自己在休克时能预示自己身边所发生的事 有些人则说自己在临死时刻向往一道光的方向走去 你能在所谓的病临死亡中死而复生 但也只有4大6分钟的关限期 但是你若通过了那道光并且完全穿越了 那就代表已经达到我们所谓的生物死亡 代表game over 你已经犹如咸鱼一般死翘翘了 这也是事情开始演变得有损尊严的时刻 但老实说真的别太在意 反正你人都已经死了 那么一旦你已经确定死亡后 你的肌肉就会开始放松 这也代表你的跨越肌也会放松 所以你午餐所吃下肚的三杯肌和乳肉饭 就会从体内泄出 你体内的气体也会泄出形成臭气 你膀胱内的尿液也一样 所以说死亡还真是个蛮脏乱的一件事 而男士们 你们甚至会射镜呢 而女士呢 你若是真怀着晕的话 在死后化学也能分灭 这就是所谓的棺材生产 以其用力推 腹部的气体将会把新生儿挤出 来到这个世界 但这些事件发生的激励并不多 当身体移除了困在里头的物体后 气体在逃出你的嘴巴时也会发出声音 物事和其他经济旅处理尸体的人 常常报告说自己听见尸体 发出犹如华人般的声音和固农声 你或许会抽搐 但这并不代表体内还有着生命 这只是肌肉抽速而已 你怕这死去的话 也有可能会勃起 因为体内的血液都流到那儿去了 体内所有的血液都会积聚在身体的某一部分 这被称为尸斑 也是你从电视剧看到 尸体上生紫色的斑点 这些都是在你死后不久就会发生的美妙的事 当身体没了血液的流动 它就会开始冷却 也称为湿冷或是死亡寒意 身体将会继续冷却 直到和你周遭的温度一样为止 在2-6小时内 你就会变得僵硬 这就是所谓的湿僵 这是因为钙质正进入你的肌肉细胞内 身体在血液不流动的情况下进行细胞分化 将会导致细菌滋长 而这便是为何尸体会腐烂的原因 你的头发和指甲会看起来像是长长了 但事实却不是如此 你的皮肤正在收束 这产生了正常的假象 皮肤也将会变松 而水泡则将会在身体多处出现 当细菌和微生物开始侵蚀你的身体时 腐烂过程就正式开始了 你将会开始发臭 臭味程度 比起你活着时 所能想象得到的任何东西都还来得糟糕 甚至还有些人 把湿臭描述成 坏掉的鸡蛋 粪便 和一个月没进行的厕所 再乘以1000倍 这也太造孽了吧 很快的 所有柔软的东西都液惑了 比如那些骨头和软骨 但头发却依然不变 你在下图埋葬时 将会已经开始腐坏 但尸体如果在埋葬前 经过防腐处理 那腐蚀过程就会较慢 若被放置在地面之上 你在一个月内 将会成为一团液惑的脏物 被昆虫 蛆虫 植物和动物侵蚀 埋葬在地底下呢 一些专家则说 需要8到12年的时间 来让尸体腐化成一具孤龙 在大约50年以后 你的骨骸就会成为土地的一部分了 我们也必须 把影响腐化速度的因素 加进其中 由于因素太多 而在此不说明了 但我们认为 你能够想象得到吧 虽然有些人说 他们的临死经验 是非常精彩的一幕 但情况并非总是如此 某人在瑞丽写说 自己的经验 就只是一片黑暗虚无 没有想法 没有意识 什么都没有 那真的是这样吗 爱尔兰经验主义哲学家 Josh说 他非常想知道 死后将会发生什么事 换了些死亡时刻的感受 于是 他便亲自上吊自杀 并要求有人 在他快临死前 才把绳子剑断 他相信天堂和人世之间 存在着某种东西 这个故事成为了 哲学界内的传奇故事 但Josh的这个实验研究 只发现了 上吊自杀 将会伤害你的脖子 法国哲学家 Rin相信 灵魂的身体 是分开的 许多宗教都有这样的说法 而我们死后 或许真的会留下些什么 Fly Rich 谈及 永结回归 或永恒回报的概念 代表说 宇宙中所有存在物货能量 将会无限的自我重复 你永远都会一次又一次的 过着同样的人生 在观看了这些以后 你现在是否 想好好的活着呢 我们也可以把情况 以佛教信仰的轮回之说 相提并论 说明所有灵魂或生命 将会在死亡后 再次开始循环 但却不是完全相同的人生 也就是所谓的投胎 有些人则说 和事真相识有关 佛教相信 我们如果能真正的开悟 而因此实现涅槃 才能停止这个恶性循环 或是我们的身体 在停止运作后 我们将会在前往天堂的路上 路过烛光门时 向圣彼得致敬 希望他不会因为我们在小时候偷了糖果 而不准我们进入 我们是否将会被带进天堂 一个充满美味食物 和会让你脚软美女帅哥的地方呢 或是我们就只会成为土地的肥料 我们的灵魂 无非是一种世俗的幻想 就只为了让我们的思绪 从好大的宇宙和无土感中 受到解脱呢 我们真的很想知道 你有些什么感想 你认为去世后 会发生什么样的事呢 在下方留言一起讨论吧 别忘了在影片下方按个喜欢 也可以订阅这个频道 和接受通知哦 有想要看到什么主题系列 都欢迎在下方留言 感谢你的收看 这里还有一些影片 我们认为你会喜欢 我们一起到下一个影片 脑洞打开吧 拜拜 感谢观看